他是大宋最有名的美食博主 是文学圈的顶流idol 还是水利专家 社交达人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口气看完苏氏的一生 公元1037年1月8日 苏氏出生于梅州梅山 是初唐大臣苏卫道的后人 他有着摩羯座最显著的特点 乐观 母亲程夫人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对小苏氏和苏哲的管教很严格 父亲苏徐27岁时才浪子回头 发愤读书 认真教育孩子 两兄弟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18岁时 苏氏娶了结发妻子王福 一位身藏不露的才女 才学不在苏氏之下 为人温柔贤惠 善解人意 为丈夫提过许多合适的建议 1056年 苏巡带着20岁的苏氏和17岁的苏哲离开四川 到当时的汴京 也就是现在的开封 参加科举考试 当时文章追求辞早 华而不实的文风泛滥 主考官欧阳修读到苏氏写的 《刑赏忠厚论》时 眼前一亮 十分精细 想把这位考生选为第一名 但当时考试实行胡明志 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 是自己的学生曾孔写的 为了避嫌 把这个考生批为第二名 后来才知道 是苏氏这个大冤种写的 弟弟苏哲也在考试中 取得了不错的名字 但是他把苏巡却落榜了 文坛大V欧阳修非常看好苏氏 经常给他的文章 点赞转发评论 还感叹说 30年后 人们不会记得我 只会记得苏氏 很快 苏氏就在京城文学圈里出名了 很多达官贵人 都是他的粉丝 正当他沉浸在 长粉的喜悦中时 忽然接到了母亲病故的噩耗 怀着悲痛的心情 匆匆赶回老家 为母分丧 当时的丁优制度规定 官员的直系长辈去世以后 必须暂时辞去官职 在家守校三年 哪怕是当朝宰相都不例外 1059年 兄弟俩手丧欺满 苏巡带着儿子和儿媳 全家迁往京城 借钱买了栋别墅 还不还得起房贷先不管 住着开心就完事 不久后 苏氏参加了 公开评议朝政的制策考试 他的制策被列为三等 为百年第一 宋神宗评价 他是个可以做宰相的人才 但苏氏这一生 从未做过宰相 1061年 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大理平氏 签书凤翔府判官 相当于凤翔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任职期间 得到了大众的五星好评 1065年 26岁的发妻王福去世 这对苏氏打击很大 但是三年后 他便娶了王福的堂妹 比他小11岁的王润之 后来逐渐成了陪他走过艰难岁域的贤内住 不过苏氏始终惦念着王福 10年后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他写下了一首千古传颂的道王诗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焚 无处化凄凉 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对王七的哀思 王福离世不久后 苏寻病逝 两兄弟福旧还乡 守孝三年 1069年 苏氏回到京城 这时在神宗的知识下 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许多反对新法的官员都被迫离经 其中就包括赏识苏氏的欧阳修 耿直的苏氏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 惹怒了王安石 派人向神宗打他的小报告 苏氏服了 不用你赶 我自己会走 于是申请出京任职 被授为杭州通判 相当于杭州副市长 1071年 苏氏带着家属风尘仆补补来到杭州 随后在这个美丽的江南水乡 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 这期间 他写下数十首诗词 最著名的莫顾于那首 尹湖上出情后语二首 其二 其中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膜总相宜 成了西湖的评语 西子湖成了西湖的别称 在杭州 他收了沦落歌舞班的王昭云为侍女 六年后 18岁的昭云被纳为侍妾 1074年秋 调往密州 即山东诸城镇之州 两年后的中秋节 官场诗意 佳节慈亲 他写下水吊歌头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此事古南泉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1077年 又调到徐州任之州 黄河绝口 洪水暴涨 他亲自带人堵塞城墙缺口 保全徐州城 1079年 调任胡州之州 刚办好入职手续 就给神宗写了一封 胡州谢表 其中的一些话如 于不适时 难以追陪新进 老不生事 或能牧养小民 被新党利用 说他愚弄朝廷 妄自尊大 说他对皇帝不忠 死有余辜 还从苏氏诗作中 挑出他们认为 具有讽刺含义的句子 欲加之罪 何缓无辞 不久后 苏氏被御史台的 立足逮捕 押罔轻尸 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北宋著名的 乌台诗案 这次巨大的打击 成为苏氏一生的转折点 新党们纷纷想 置他于死地 苏者想方设法地 营救哥哥 尚书请求 用自己的官职 为老哥赎罪 还有不少有识之士 也尚书为他求情 当时已经退休的 王安石也尚书说 安有盛世 而杀财士乎 多亏了宋太祖 赵匡印时定下的 不杀士大夫的国策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苏氏总算保住了小命 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如今的湖北黄刚 这个职位相当地位 没啥之权 苏氏刚到黄州 就写了一首 自嘲地说 我这半辈子 为了一张嘴忙碌 老来事业一片荒唐 又夸黄州的鱼好吃 看到竹林 就好像闻到了竹笋的香 看来美食博主的身份 是瞒不住了 但他时常也会阴谋 毕竟生活的落差 实在是太大了 为了排解心中郁闷 他四处游玩 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 达到了艺术生涯的高峰 有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漫 有人生如梦 一尊还泪江月的恍惚 有寂寞沙洲冷的凄凉 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哀思 还有竹杖盲鞋轻胜马 谁怕 一缩烟雨任平生的超然 他最好的书法 韩诗帖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 很快他就适应了黄州的生活 不上班的时候 带着家人开墾成东的一块坡地 靠着种田挣点生活费补贴家用 还给自己起了个别号 东坡居士 有一件最让苏氏开心的事 猪肉好吃还特便宜 贵者不肯食 贫者不解煮 他写猪肉送 分享自己的真香教程 带火了东坡肉 成了妥妥的美食博主 发朋友圈说 友友们 这红烧肉物美价廉 很难不爱啊 睡不着的时候 他跑到成天寺找张怀民 发现怀民亦未寝 怀民当时的表情大概是这样 怀民表示 啊对对对 有你我真的服气 在黄州的时候 还有间去世 东坡到朋友陈继常家里玩 两人熬夜唠嗑不睡觉 继常老婆推门一声怒吼 把他手里的拐杖吓掉了 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东坡给他老婆起了个外号 何东施 1084年 22岁的昭云 为苏氏生下幼子苏顿 老来得子的他早已看透人生 只希望孩子能平安顺遂 他写下 惟怨孩儿于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的期盼 这一年 他奉照离开黄州 由于长途跋涉 幼儿不幸夭折 老来得子又丧子的心情 何其可悲 随后 他路过金陵 拜访了一位故人 王安石 是昔日的政敌 也是乌台诗案中救他的恩人 两人相逢一笑 敏恩仇 是非恩怨 都呈过眼云烟 怎能不叫人感慨万千 分别是 王安石感叹道 不知更几百年 方有如此人物 1085年 年幼的宋哲总即位 高太后垂帘听证 重新启用司马光为相 打压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法派 高太后是苏氏的粉丝 大权在握不久后 就给偶像升职加薪 很快 苏氏已是位高权重 做到了汉林学士 当他看到守旧派 对颇有成绩的新法 全盘否定时 再次提出建议 抨击了旧党执政后的腐败现象 引起了保守势力的 针对和陷害 新党说他是旧党的人 旧党说他是新党派的 上一个这么两边不讨好的人 还是唐代李商尹 苏氏表示 太难了 我走还不行吗 于是再次申请外调 对了 苏氏还给脾气倔强的 守旧派司马光 起了个外号 司马牛 说他倔得像头牛 1089年 苏氏再次到杭州做官 当时杭州大旱 瘟疫饥荒一起发生 他上书朝廷 请求减免贡迷 集中二千名公款 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 办起病房 收治有病的百姓 还与太守陈湘一同 带人修郡西湖六井 沈宫井 书郡茅山 严桥二合 修郡西湖住长堤 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宫堤 之后 苏氏在杭州生活得很惬意 自闭唐代白居易 1091年 他又被召回朝 不久后 又因为证件不合 遭到排挤 被调往颖州 1092年调到扬州 1093年调到定州 这一年 高太后去世 折宗执政 新党再次掌权 他又被贬到惠州 苏氏那些 不就是贬官吗 习惯了 问题不大 但是因为一路颠簸 舟车劳顿 他的第二任妻子 王润芝 因病离世 苏氏陆续遣散了自己的 侍妾与婢女 只有王昭云不愿离开 执意随他南下 三年后 红颜之己 昭云并故 他写下 不合时宜 唯有朝云能使我 独谈谷调 每逢目语 更思青 到惠州后 生活条件艰苦 也挡不住老吃货 寻找美食的脚步 他研发了烤羊鸡骨 分享自己的独家秘方 写信跟弟弟说 就像是吃的海鲜 还发现海南的荔枝 特别好吃 写道 日旦荔枝300克 不辞常作岭南人 他发朋友圈说 试以至此 先吃饭吧 配上精修的烤羊鸡骨 和荔枝的配图 干饭人的快乐 就是如此简单 见不得苏氏 这么逍遥快活 正帝们想方设法 把他贬到 更偏远的地方 荒凉之地海南丹州 年已62岁的苏氏 被送到丹州 据说在宋朝 放逐海南 是仅逼满门超斩 最轻易等的处法 满荒之地 要啥没啥 他写 他年谁做余地治 海南万里 真无乡 把那儿当成了 自己最后的归宿 到海南后 过着食无肉 病无药 居无市 出无有 东无炭 下无寒泉的生活 总之 啥也没有 每个辗转难眠的夜里 他都无比想念 东坡肉 东坡肘子 东坡鱼 直到在海南 吃到了当地的生蚝后发现 这简直是人间美味 美食博主 又又又上线搞吃播了 还特地跟儿子 苏书长发消息说 海南生蚝太好吃了 千万别告诉朝廷里那帮人 怕他们跑来跟我抢 当然 苏氏可不是个只会公款吃喝的百难公务员 在丹州三年多的时间里 他政绩卓越 向当地百姓传播中原文明 直到土著名开荒耕作 开办了学堂 传播文化知识 在宋代一百多年里 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地 但苏氏北归不久 就有人举相顾 人们一直把他看作单州文化的开拓者 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1100年 宋徽总继位 一朝天子一朝臣 向太后临朝廷政 决定全部赦免原有党人 当年被贬的官员 统统回京 接着朝廷颁布大赦 苏氏妇人朝凤狼 他才华出众 政绩也非常不错 但在官运方面 却远远不及弟弟苏哲 兄弟俩的感情非常深厚 为了捞他 弟弟一路官至宰相 结果还是扶不起 被针对的倒霉哥哥 因为不断被贬官吊任 苏氏一生 共在十四个州线担任过职务 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生活阅历极为丰富 仕途坎坷的他 始终保持进退自如 宠辱不惊的心态 这或许与他是 陶渊明的粉丝有关 是的 苏氏是老陶的忠实粉丝 一直向往淡薄名利 波澜不惊的生活 1101年8月24日 他在北归途中 病逝于常州 享年66岁 世间再无苏东坡 但世间处处都有他的传说 林语堂说 一提到苏东坡 在中国总会引起人 亲切敬佩的微笑 也许这话 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他一生闪耀 一生流离 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是悲天敏人的道德家 还是诙谐幽默的段子手 官场一直被针对 不是被贬官 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 但是他乐观豁达 随遇而安 即使条件艰苦 也能苦中作乐 好好吃饭 认真生活 既然上了生活的贼船 那就做一个快乐的海盗 这样潇洒快意的人生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羡慕呢 你理想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呢